你要不要 立法院长韩国瑜亲自主持国庆记者会 看得出来有多重视 而记者会隔天国庆晚会也将北市登场 晚会流程下午四点开放入场 管理民众都要经过层层安检 就是因为总统会到场致辞 只是在唱国歌环节上 根据我们掌握到的消息 总统不会出现只会待在休息室 致辞结束后也随即离去 整个过程大约只待十多分钟 而看看过去蔡英文担任总统时期 今年的国庆晚会 我们来到了台南空军基地 2023年晚会在台南下大雨 蔡前总统穿着雨衣淋雨看表演 2020在桃园 2021在新竹 同样都待了一段时间 就坐在前立法院长游席昆旁 难道是这回赖总统 要坐在韩院长旁边太尴尬 才快闪吗 对此总统府暂无回应 另外大剧班 办晚会场馆还有问题得克服 没听错这如鬼片音效般的声音就出现大巨蛋的手扶梯 这位讯息室 最后讯装于台北什么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